雷虹之亂好不容易但时收手了 但是却引发了一篇番外篇 那就是南全妈妈的蛋头跟李严谨呢 两个人吵了起来 那么四大回合当中呢 蛋头发了两次的道歉声明 但最近好像又发文了 发了什么文呢 好先讲一些源头好了 主要是因为蛋头呢 看了这个王丽虹的事件之后呢 他批评陈建州 说你平常不都是天王的好朋友吗 怎么天王出事了 像猴子一样先跑 就这时候呢 女心李严谨看不过去了 直接跳出来 就这个呛蛋头 就说呢 那你平常 你曾经对我做过一些事情啊 也对我强压 对我一些肢体不舒服等等 所以两个人的战口呢 越演越烈 蛋头呢 昨天严肃的向女方隔空致歉 他写下 不想再牵扯这些波澜 都是我的错 就没想到呢 今天一早又发文了 他说呢 声明前一天道歉的主意呢 是当我很敬重的道歉 不是代表我是错的 是因为我非常敬重 之后呢 他也向酸民喊话 恳请留言要注意 我们不要这样子 给下一代跟家人伤害 好不好 算我的 都我错 接着很严肃的写下警告 不要再来乱 我诚恳道歉 不是因为我是错的 用字太深 看不懂的话 我简单讲 小心 你们全部都要去坐牢 耶 蛋 快乐 好 意思就是说呢 请大家不要在他底下的 去留言了 或是不要去酸他 因为他有可能收集之后 他会提告 蛋头的意思 讲白了就是这样 好 那回到这个最源头呢 也就是 徐雷红之乱 其中有一名女星 被牵扯进来 那就是徐若轩 徐若轩呢 为这件事情呢 发了三次的声明 希望王力红 能够出面来解释清楚 但显然都没有用 王力红不回就是不回 昨天是平安夜 徐若轩在他的 IG限动当中呢 发了这么的一张照片 其中呢 最让大家瞩目的 应该就是这个hashtag的 他写下的是 保持良善 似乎是在讲述 最近的心声 同时呢 也晒出了这一张 耶诞树的照片应急 粉丝看到之后呢 留言希望他 可以好好的来过圣诞节 王力红的事情呢 到现在为止了 还是持续的 在延烧当中 但不晓得 什么时候延烧到了政坛 因为呢 就是高雄县前县长 杨秋心呢 他跟大家不一样 他喊话 要大家放过王力红吧 为什么呢 他觉得王力红 是一个非常有天分 有才华的明星 他反过来 杨秋心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用同样的标准 来看王力红 来看演艺圈的话 来看政治圈的话 那可能大家都要关门大喜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 他说很多政治圈 也是充满了很多八卦跟绯闻 不是吗 他说呢 以他过去从政的经验来看 男性立法委员有八卦 绯闻应该有高达八九成吧 对政治人物的道德标准要求 不是应该要更高了吗 他是以这样的案例呢 反推去看王力红 所以他认为大家把王力红 这件事情给放开来 让他可以好好的生活 大家看到的是这个王力红啊 最近回到台湾之后呢 到了两次线 然后目前就是先暂时神隐了 但是网友呢 还没结束 继续扮柯南 因为他说他要暂退演艺圈嘛 那你就想啦 你暂退演艺圈之后 那你要靠什么生存呢 短时间当中你要付出 有一点难吧 那网友就很神奇哦 在他的微博当中呢 突然发现到了 王力红呢 有一家公司 他主导的叫做火力全开啊 突然呢 资金百分之百呢 去转移到枝取这一家 都是成功金字塔的科技贸易公司 那这一间公司呢 是去年成立的 那底下业务有什么 有电子产品啦 音桑 服饰等等 所以网友就说了 哇 你该不会是超前部署吧 因为这一个转移的资料呢 是刚刚好在他 道歉声明的同一天 同时出来的 所以有人就在讲啦 那王力红可能都已经有算计了 应该知道说 自己已经po了这篇道歉 左思右掌的道歉文之后 可能会受到很大的一些指责 暂时无法来面对演艺圈 面对大家 但是还要生存嘛 所以是不是转而 那我就从事幕后好了 靠一些其他的品项 来继续生存 因为他还是要养孩子嘛 必须要闲 所以就有人讲啦 王力红转行了吗 看来王力红是早有预谋 已经有所准备准备要来去当一名企业家了